在我特别小的时候 我对艾莱斯的第一个记忆 应该是 妈妈会在特别特殊的场合当中 会穿一些非常漂亮的 艾莱斯的长裙 艾莱斯其实可以说是 这个民族的一个火化石 是这个民族的一个面料地图 时代给他们所塑造出来的 一些意识 它会潜意识地 会植入到这个面料当中 纯手工代表的 应该是我们老祖宗的一个东西 很多步骤 它精髓的步骤 是无法通过机器来去实现的 它的整个图案的成型 怎么样去在这个金线上 把这个图案通过扎金的方法 就是固定这个位置 这一块是所有的东西 都在这些手工艺名的脑子里 在我机缘巧合的情况下 去学习服装设计这个专业的时候 我就一直在去给自己找一个定位 我需要有一个非常与众不同的点 就是五年前 我就开始真正地开始了解艾莱斯 去认识艾莱斯 然后慢慢地通过这些手工的艾莱斯 去设计一些非常棒的服装 希望把这个艾莱斯 能够运用到我们的日常服装当中去 我是最初是希望能够织出来 一个属于我的艾莱斯 能代表我的语言的艾莱斯 我希望能够跟这些老艺人合作 能够去织出来一些创新的 能够让它有一些发展的 这么一个成品 我觉得是它的图案跟色彩的搭配 我觉得是我最吸引我的一个地方 所以看到很多特别棒的艾莱斯 它会激起我的一种热情 我看到这个面罩的时候 我就会有一种设计的欲望 所以我希望把这款面罩 设计一款非常时髦的一个服装 我觉得这些东西是时间带给我们的东西 时间它的名人之处是什么样 就是因为这个时间 沉添在这个东西上所映射出来的这个东西 是无法去用语言去表达出来的 我不希望大家去遗忘掉它 我希望能够艾莱斯能够走进到大家的生活 我觉得它太过于美好 它太过于值得被尊敬 所以我觉得应该值得所有的人 能够去享用它 去能够分享到它 我觉得艾莱斯其实 并不是属于某一个人 某一个地区或者是某一个民族 我觉得它是全人类的一个礼物 所以我觉得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可以去分享它 而且它不应该就是埋藏在这个地方 它已经成为了我生活中的一部分 我希望能够引起越来越多的人 对它的尊重 为现代的模式去 赋予艾莱斯一个新的生命力 艾莱斯带给我的最大最大的感受 就是帮助我认识我自己 帮助我认识我自己的民族的根 又帮助我去寻回我自己的根 我觉得就是因为这一个过程 以至于我在做往后的所有的设计的时候 它都会成为我的一个出发点 因为我觉得我坚持做民族的东西 传统的这个东西 那么我只是需要一个现代化的手法 现代人所能接受的一个模式去展现它 我觉得就足够了 这就是时尚吗 我觉得艾莱斯有足够的实力 能够站到国际化的舞台上 而我的最大的梦想其实 也是希望能够做这个纽带 情细艾莱斯与世界的一个纽带 让艾莱斯在世界的舞台上花光发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